我買的就是Sandbox的土地 就是我可以在那塊地上面去 做很多應用 我可能可以在上面 辦演唱會或什麼的 拿著筆電侃侃而談 創作歌手陳寗酒 花了34萬買土地 不過筆電上秀出的這塊地 不能蓋房子 它可是時下最夯的NFT 我在這個時間點 賣你一顆500塊美金 那只要過了 我忘記多久 15分鐘它會變成600塊美金 那它就這樣子賣了 我忘記幾個小時了 它就賣一個時間之後 它總共賣了26億台幣 對理財很有想法 陳寗酒栽進區塊鏈世界 前前後後砸了將近千萬台幣 投資NFT 而且獲利高達200% 高報酬很吸引人 但他也懂得分散風險 60%放在虛擬貨幣 40%分給股市銀行存款以及基金 我先投資虛擬貨幣這個東西 然後我發現它的理念 就是去中心化這個東西 是我覺得我很喜歡的 NFT它不單只是一張圖 它在未來它可以有很多的應用 例如說它可能是一張發票 例如說一個會員證 例如說我們在健身房 它是一個會員證的話 它可以用成NFT的方式給你 演藝圈掀起NFT投資熱 天王周杰倫 聯名潮牌推出小熊NFT 膽價0.26個以太幣 融合台幣大約2萬8 甚至衝上全球即時交易兩冠軍 一度漲到80萬 還有名廚江振誠 領軍兩位藝術家 發行全球首款可以吃的NFT 在這個Web2世界這些 很強的這些IP或大廠這樣子 它們出的NFT的話 就會相對的比較保值 它比較不會有這種 例如說錢捲的就跑 或者說它就泡沫的這種客戶 不把雞蛋放在同個籃子裡 成一種手中八個副業 讓它能快速前滾前 還也提供投資小秘訣 運用網格機器人 設定參數低買高賣服務是夢 向搭闪NFT旋風車做足功課 才是投資的不二法門 歡迎收看郭斯文 陳品珍 台北採訪報道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